西语问答 我看到的那些特别美丽的面孔和衣服是怎么回事呢? 学生说 老师,刚才看了老师回答的两个人忽然谁也不认识谁了一文 我也有个问题 有时候坐在那里很静的时候 闭着眼睛 眼前会以两三秒的匀速连续出现一张张面孔 就像在看一个连续的影片 并且上一张出现的时候 能觉到这一张的五官,表情,神态和下一张的联系 都是特别美好端庄的面孔 都是我从小到大没见过的 可以说没有任何我过去接触过的人的印记 却想看多久就能看多久 轮番出眼 前些年起初的时候 出来的是各种服装样式 每一幅的奇特绚丽都非最时尚杂志可比 似乎都没在人间见过 我曾想记下来 可睁眼就记不全了 此生也没有任何服装设计这方面的基础 根本也画不出来 只是心底里喜欢 现实中对买衣服也特别挑剔 可以说衣柜里的衣服都是将就 到现在也没看过我最喜欢的衣服 哪怕最贵的那些所谓顶尖设计 我想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细语答 这样的体会我也经常有 不过是音乐方面的 那些歌曲是中文的 非常好听 曲曲都能分分钟成为number one 但是自己真的五音不全 勉强能记下旋律和歌词 但无法复原出来 它们的背景也不是当代 是更往后一些的未来 这些歌词我搜索过 压根就没有被谁写出来过 这些看似十分清晰的片段 属于不同自我意识间的信息侧漏 不存在于我们当下的物理脑内 所以一旦脱离开出神状态 在脑海里怎么也无法找到 谢谢老师 还有梦里听到特别有哲理 或者有玄机的话 简直瞄懂一样 欢心得不得了 可是醒来就记不得了 有几次记下来了 可白天看看那句话 也没啥稀奇 这也属于信息策漏吗 还是高我透露 平常多练习记录梦境 记录梦境可以有效地 扩充你内存的浮点计算 与保存能力 这样就能记住和写出 意识在混沌状态中 惊鸿一瞥得到的信息 一些理念通透的理解 能带来内在自我的发喜 但逻辑小我 未必对同样的一句话 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 比如很简单的一句话 孩子辛苦了 跟我回家吧 意识状态下 你能被温暖地哭出来 而现实中 不过感动了一下而已 是的老师 梦里的绝兽 我没用法喜 但就是类似的状态 心花怒放的 可醒来就淡了 甚至无感了 老师说得太确切了 感恩